2018年10月15号 这是辽宁省锦州监狱的亲情会见室 一场特殊的会面即将开始了 会面的其中一方是这位 他叫小璐 33岁 15年前他被判无期徒刑 目前正在这扶刑 而会面的另一方就太不寻常了 他叫李雪 竟然是小璐25年都没曾见过面的亲生母亲 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亲生母亲来看我 我说更不可能了 25年太长了 长了连小璐自个儿都不敢相信 在反观李雪呢 他也一样难以置信 但是随即那李雪就抱着小璐 好好好咋过 母亲李雪的哭嚎声是撕心裂肺的 能够听出她的哭声里头 有见到儿子的激动和欣慰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悲伤和痛苦 没什么呢 因为李雪怎么都没想到 25年之后 见到儿子的地方竟然会是监狱 实在是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另外找不到的地点 确实在监狱 这个作为一个当母亲的 是喜 是悲 那段心情很复杂 确实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明明应该是久别从逢的喜悦 却同时又是一个让人心痛至极的结果 对于父母来说 肯定是难以承受 但是就像李雪问的那样 我们也想知道 小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5年前他怎么就离开了父母 而15年前他又怎么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了呢